Hello 大家好 我是吉贤 今儿礼拜五了 中国跟您聊两句 什么事呢 还是昨天那事 昨天一共不就发生两个大事吗 一个是普特利 给普特厨这飞机干下来了 让人家享受了一把 算是正国级了吧 林彪级的待遇 就给猜下来了 后来人家瓦格拉还说 我们要证实 这要真是我普特厨被你干下来的 我们就要什么血洗莫斯科 说的可恐怖了 我说这千万别信 你想那个首领都没了 要不这样 你们呢 跟乌克兰联军 你看这帮要收你 你们一块反攻 这也许有戏 好吧 但是今儿咱不说这事 咱说另外一事 就是这个日本的核废水 这个投放入海的这事 这其实昨天我也说了一下 我发现没事看 关键是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这个普特厨呢 确实这个影响力太大了 第二啊 这就有一说一了 你得给这个国内的这个宣传 维稳舆论的这个导向工作 留一些时间嘛 对吧 所以昨天呢 可能说早了 说早了 昨天那本唯一我们露出的消息 就是咱的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国玩命谴责 强烈抵制 所以一定要出台这个必要措施 现在知道了吧 必要措施就是 咱外交部说的 就是禁止啊 一切日本的海鲜的进口 这是咱的外交措施 这是官方刚说的 但是啊 这时候民间那可就热闹了 我说网上看视频啊 就是那人挥舞的这个五星红旗 还有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这个党籍国旗在那 打倒小日本 您看那画面 我跟你说 哎呀 我都不能说是穿越了 就我感觉就是 我就感觉仿佛我看了一个 1937年的抗日片 就这感觉 这会儿你看 也上街游行了 我们就充分的享受了 这个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你不能说中国没有自由人权 就特别好 你就可想啊 这么说 我觉得就这件事上啊 这个毕竟多少是有点污染 有污染的水 好吧 投放入海是污染的一些环境啊 这个不提倡 我认为是不提倡 但是 但是 中国政府我觉得这时候啊 真是又欠了日本 日本国一人情 您琢磨人要没有日本国 投放这河废水 您有什么 这么好的这个契机啊 把民族的这个 叫什么民族主义啊 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精神 团结一致 同仇敌态 打倒日本 没有吧 您看这会儿经济下滑 没人提了吧 什么言论那个打压 没人提了吧 卓州这事好像都没人提了 就玩那个 恨日本 他们太坏了 以至于 昨天我看还看俩视频 哪都神了 一小孩 一小孩 他未必啊 你问他日本的国土面积 他多少他都不知道 真的 给自个儿气哭了 日本投放这个 这个海 这个核废水 污染环境太坏了 以前他们就欺负我们 气得给自个儿把那个地图啊 给剪下去了 剪的是他们自个儿家地图啊 这个他妈不打他屁股 这没事 另外呢 我说这小孩还泽罢了 是吧 成年人 一女的 也看不出短大岁数的 但我相信啊 这不是 怎么说呢 不是为了蹭流量 你别老一 什么事都说人家蹭流量 摆拍 能哭都那份上的 真的 他要不说那后边那几句话 什么大刀小指 我都觉得他可能 就是家门遇到不幸 没准是 那个亲人父母过世 那个悲愤的程度 到那个份上了 明白吧 或者你说 恰到哪儿说 就你不知道 我还以为他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 然后这个视频呢 就拍的1938年 就就是抗日时期那会儿 就真有这感觉 哎 然后呢 你说这成年人也这样 那这个我觉得充分的就是说明 我们宣传工作做的到位 宣传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舆论导向性 以及呢 这一晚上我估计阵亡的牺牲的这个什么微博腾讯账号又少不了啊 特别是那些个所谓的有学历的实事求是的给你讲实实道理的知识分子 因为这事完全就现在又变成了什么啊 是非黑白咱不管 咱讲立场啊 你这抗日就是对的啊 日本人干什么都是错的 首先你也不说这海里边到底有多脏啊 还有那个这些都是说有有点文化知识的 他给你讲 讲这个化学元素啊 是怎么回事 放射性是什么 您别看我是学艺术出身 我搞成学 咱们不是化学专家 但是 有互联网啊 咱也能查字典对吧 这事不瞒您笑 我也查字典 什么是穿呀 半衰期是 多少时间 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网上查了 您琢磨一事啊 这个福岛核电站 这个遇到的自然灾害啊 是一年的事 到现在多久呢 为什么早不排晚不排 你说他要日本要真坏 当时就给吃 就一不留陈 就漏了漏了漏到海里了 行不行 那这事干的就太素贵了 日本人可能比较傻啊 比较较真正 人家不这么干 好吧 为什么要等到12年以后的今天 再把这个头放进去 因为你们不都知道吗 国内都给你们科普了 这主要污染物就是穿 穿的放射性 毒害性多强 多强 多强 穿的放射性啊 有一半衰期 是12.4年 12.43年吧 好像是 您就这么算吧 从它有河岛 那个福岛核电站 有事故那天起 到现在 就是12年 12年多 也就是说 呃 咱就从外行的角度来讲啊 你这个放射性 你已经不能说 拿一个新鲜的穿和这个 就像那电池放煤那样的 已经已经半衰过以后的这个这个穿 再做同样的对比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 日本做的还是比较科学的 做的真的是比较科学的 第二呢 就是我们这个 特别宣传 你知道宣传啊和科研 有至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科研 你真的得讲剂量 对吧 宣传是不讲剂量的 只讲什么元素 什么毒害 我昨日就说 哎 你看那面条好吃吧 你拿这个照着十斤 啊 一顿饭吃 那他们也得吃死人 你不能说面条有毒吧 所以这个东西啊 穿 你当时这个这个 市本排放的是核废水 对吧 那你说这个穿的这个元素 它装到一杯水里的浓度 和装到一桶水里 和把它放到大海里的浓度 那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在吴俊仓里边生活 试验室里生活 就是咱们随便喝的这杯水 你说这个有多纯 如果说这个 比如说这200毫升 里边那微量元素 嗨不去了 我这也是自然水管里边接的 那管子里边可能也生锈 但是我烧开了喝呀 还有个 我又不整天 我又不一天喝一吨水 也就是这东西呢 到底 我不用说对我们没有危害啊 到底危害有多大 您给我们说清楚了 我喝多少能死 好不好 这块能查的数据呢 就是 又有人啊 这事可能又泄露国家机密了 所以咱不敢深说啊 因为是这样 咱们国家 所有对国家不利的事 那都是国家机密 好吧 所以咱们国家也有核联战 咱们也排放这个水 水里边也有污染物 那个数值在那 然后呢 日本的平均的这个 这是符合咱们国家标准的啊 没超标 日本的标准啊 它就定的比较严谨 日本的标准定的太低了 所以稍微污染一点就不行 所以呢 辅导这个核废水啊 那对于日本的标准可能超标了 超标多少呢 超标在这 也就是说 按他们的数据说啊 也就是这个玩意再怎么脏 比咱喝那水干净 我操气死我了 没事 还好 还好 我在这边啊 当然我们乌克兰这水 可能也没干净到哪去 真的 我们这不是 那个伟大的苏联 为什么解体啊 不那会儿就是 那个切尔罗贝利 核电站泄漏 给这个折腾的 所以严谨讲 我们这水呢 也没干净到哪去 但是你看 我也没因为这个 就变异了是吧 有可能思想觉悟变了 少喝那水 影响你的思想春节度 喝喝水 然后还好玩的呢 有那个推特上 就是挂着红旗的 那帮爱国的玩意儿 跟我们这一本正经的 那个怎么说呢 感觉圣母的光环 在他的身后焕发 他跟我们说 哎呀 你看这么多自由翱翔的 自由游泳的这些海洋生物 这些海豚呀 他们多可怜呐 他们的家园就被污染了 他躲都没地儿躲去 我大一听琢磨 他说的是 但是您琢磨 我们作为人类 我们人类啊 我们无非就是呼吸空气 我们吃东西 我琢磨 您看看您身边那地儿吧 你呼吸那空气啊 我跟你说 不比那个海水能干净了 你信不信 你这边看看你空气里边都含什么 再说你吃的东西啊 穿我不知道 一般穿这个调料啊 这个可能咱们在中国的食品高科技里边不常用 你可能吃不着 但你随便拿出一个大装食品来 你看看上面写的这些个标记 我不是说那个不大装的这个食品就干净了 你不大装的食品那边就根本无据可查 人家舔着脸写出来的这些元素 你看看你吃剩多少去 然后你可怜人家鱼 我告诉你这鱼啊再怎么不行 人家吃的还真都是有机的 那个鱼 大鱼吃的那小鱼 那新鲜程度 你吃不着你信不信 所以你操心它 按鱼的寿命来说呀 人家比咱长寿 再说了 人家是鱼海洋生物 您这儿没有出行迁徙的自由吧 没言论自由吧 没劫舍自由吧 你看那海里的鱼 想跟谁抱团就抱团 想去哪去哪 人家活得比您自在多了 你操心这鱼 这个 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的这个博爱的这个心情 真的不遇成事 你都看不出来这么这么牛逼的这种场景 也没份就我这角度啊 我可能 你看我这猫我去 等会猫拆架了 我先收拾它去 回来了 没事 那个搭下那小猫啊 在阳台逮鸟师呢 就这么自在 咱们不是说这个海洋生物吗 对吧 接着说 现在咱回到官方的这个话题 首先刚才咱们不是说吗 我觉得就这事啊 确实 你作为中国政府来说 你应该感谢日本 脑子这么一个事 你琢磨 昨天一共就出俩事 你总不能说把这个 民众的怒火转移到俄爹那去吧 你甭管是死的是普特厨还是 还是普特地 你这都不合适 那亲爹不能 不能看笑 对吧 第二呢 就咱们国内的舆论的这个压力啊等等 它确实需要一个突破狗 感谢日本干这事了 那咱们说这个中国的管制的这个措施怎么样 首先啊 我就问您一事 您要是中国老百姓 您最后一次吃进口海鲜是什么时候 哎真的反正就我的生活水平 我吃海鲜还是进口的 我这事 哎呀 好几年前了 真的 所以你你禁不禁止那海鲜 好像我真不知道跟我们老百姓有多的关系 除了这个老百姓的口味重 吃盐这事啊 这这这事得得说一声 你们不要开笑啊 我说中国老百姓没准啊 他就是单纯的口味重啊 这吃盐 你琢磨 就我们这会儿啊 那个那个人家俄爹要打我们的核电站啊 丁丁坡核电站的那会儿 我人家咱有网友说让我买盐去 我我说上我这个就就命大啊 心也大就豁出去了没买 但是我们那个国内那那完全不是这样 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也是我看这视频 我去这买盐 神了 好多地儿盐都给抢空了 所以你说这事儿确实利好很多中国 就是日本投放核废水这事儿啊 呃多个角度利好中国 这事儿也算为中国经济回稳啊 那做了多少做点贡献啊 盐你看 哎 那个抢空了 也不知道这个非典时候他们抢的盐什么的 吃完了没有啊 一运的什么事儿就抢盐 这就是口味重 好吧 呃就刚刚说点了 还还说这个这个 这个中国政府管制措施这事儿 说就是进口这个鱼的呃 就是禁止这个日本的海鲜的进口啊 就是日本产的鱼就不能吃辣 我说虽然我们平时也想吃吃不着啊 可能这事儿呢 我是觉得就苦了一些达官贵人了 他们得吃这个海鲜呀 呃但是呢 我再做了另外一事儿 哎 你说为什么日本的鱼 他注意啊 那水不是投放到日本的那个周边海区 人家是投放的地儿挺老远的 我看他投放点 哎 你们也看 那地儿就是 基本上在海中间啊 你要说直线距离 离台湾和离日本 离韩国都挺远 哎 那为什么 韩国的海鲜你进不进啊 哎 更牛逼的是 那地儿你要说他 你不是忽然整个太平洋吗 啊 日本和美国的海鲜是不能吃的 哎 这个俄爹在那边也产了海鲜 那是亲爹 当然俄罗斯战斗民族 没准人家那儿产的鱼啊 是有这个天生的抵抗力 有信仰的鱼 这个不同材料制成的 那我没见他反抗 没有见他就反制 对吧 所以你这个理由啊 有点牵强 日本 日本的废水 没有指头 放到日本的池子里 日本 你如果觉得日本的鱼 吃了那个废水 能变异啊 当然这变异 也是一高科技话题啊 先说能变异 然后日本鱼不能进口 那为什么其他国家的鱼 你不牵制啊 哎呀 这中国人民别吃鱼 不就完了吗 好吧 咱就东南西北的 就关于这事呢 先聊这么多 说实话啊 我多少还是希望啊 咱国内的这帮豪杰们啊 就是你如果 不管你的出发点是哪个 你如果是真是为了你的食品健康安全出发 也行 就他这么宣传 你看着你再往前多问一个为什么 你再多看看今天中午你吃的饭 哎你翻开标签一看 你就该明白 到底谁在危害你的这个生命安全 是吧 你恨日本 你得恨出个由头来 对吧 你如果一个人干了坏事 比如说日本战犯 我也恨 但是这事 这事你 你就打倒人家小日本 你这事恐怕真干的就跟普特利差不多了吧 所以我 我知道这个说的还是那句话说多了也没用 但是尽量啊 能恢复理智就请恢复理智去思考 如果说就这事呢 您学到了些什么 啊 您浅着说 学到点自然科学知识 知道什么叫半炊鸡了 也行 如果您深着点说呢 哎 您就知道什么叫舆论宣传和这个 啊 这个 宣传的力量 哎 那就更好 您就想明白了 好吧 哎 所以您看咱这视频 我算是又被他歌功颂德吧 我说咱咱那个中宣部啊 这就是宣传的成功啊 伟大的宣传 好吧 聊这么多 拜拜了明天 嗯 嗯 嗯